政治讀新術大家好 我是林楚音 又到了每個禮拜二晚上九點鐘 跟大家見面的時候了 政治讀新術這個節目 因為在網路上播出 所以就是要告訴大家 你在電視上看不到的 比如說電視上 有很多政治人物內心的 在他心裡頭的那個角落 不能說的秘密 我們在政治讀新術告訴你 另外呢 有那麼多的政治新聞 大大小小新聞新聞背後 還有那些要用來帶風向 就像我們講這個 人選之人 造浪者底下到底要推波助來什麼浪 在我們政治讀新術裡面 楚音都要跟我邀請到的 讀新高手來告訴大家 所以今天到底要談什麼樣的話題呢 我先來介紹一下今天的讀新高手 首先介紹第一位是 台北市議員林彥鳳 大家好 我是林彥鳳 好 彥鳳今天穿黑色 black 我的顏色是pink 下一位也很有默契 第二位我們這個 是不是老朋友了 一樣是讀新高手 我們的台北市議員 彥鳳鳳 哈囉大家好 我是black喔 black 所以你是主桌對black 惡人組就對了 沒關係 我跟你說 我就是怕這樣我的落單 所以今天我會選擇 我一個雞毛 要怕我的閨蜜齁 就是我們的政治評論員 也是讀新高手 林玉未 大家好 我是pinkpink 欸 節目開始之前 我先講喔 我們是black跟pink 不是blackpink 所以請各位blackpink的那個blink 你們的粉絲 不要追擊我們 不要追上我們 但是可以幫我們多多分享 好 政治讀新書 一開始就要告訴大家說 欸 最近這個在國民黨正式提名了 侯友宜之後 感覺上選戰是不是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上個禮拜我們在這裡齁 都一直在說 啊你 郭董你就是被騙了嗎 是不是真的 這樣咧 我們來看一下齁 國民黨確定就是提名侯友宜 但是 呃 侯友宜 是不是真的 能夠 就 站穩腳步 這個不知道 但是 感覺的到 國民黨的團隊 這個抹黑團隊 打擊團隊 現在開始先出招了 顯然你要知道郭董就是白白被騙了 因為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呢 可以感受得到就是 馬上 五月十七 提名侯友宜 馬上他們的抹黑打擊部隊就出現了 再說什麼呢 再說民黨 你是不是跟 這些就是所謂的 IMB的詐騙集團 黏緊緊 但是齁 欸 我們現場的這個 言若芳議員就講了 這個IMB的詐騙集團齁 其實詐騙是 鎖定對象不分藍綠 同樣他要找人來合照的時候 也是鎖定對象不分藍綠 今天侯友宜站出來是說 哇 你民進黨都跟這些好像 詐騙的人物一起拍照 我告訴你 蔣萬安站在這裡 來 這個是桃園市的現在市長 張 張藝 不對 張善政 不好意思你太少出現了 我怎麼講不出你的 好啦 好也是跟詐騙集團的相關的人 站在一起啊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來 我現在陳世凱講的 蔣萬安 你跟IMB詐騙案的關係人 也是手搭手肩搭先 張善政 你跟IMB的詐騙集團人 也是手牽手肩搭肩 好 所以如果你要看圖說話的話 這是兩個什麼樣的故事 這個照片拿出來的 就是我們現場的 Black隊 獨心高手 來 這代表如果要講故事的話 那這很好編的啊 對啊 其實我覺得 國民黨現在的方式 他們從來不是打正面選戰 他也不是打政策選戰 他的政策呢 都是開空投支票嘛 什麼狗狗羅啊 再最後跳票 他們也就沒關係 但他們最重要的就是 先把你潑身一聲髒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看他們都是這麼髒 然後自己爛 他就要把別人潑成爛 然後才能比 突顯出他好像很好 可是樹不正的 當他一手指著別人的時候呢 四隻手指著自己 所以我昨天呢 就把這張照片 因為我是在沒有防備這樣 因為我們那一天 昨天其實是那個專案報告 我就先跟蔣萬安講說 欸 市長 我覺得這你要幫大家解惑一下 因為大家網路上現在傳這張照片 我就放給他看 我就放了這張 蔣萬安搭尖的這個照片 我就說 你手搭尖的這一位啊 你認識嗎 他其實第一時間是先認了 他大概兩秒鐘 然後他下一句是馬上 展丁姐姐說不認識 他是很展丁姐姐說不認識 我說這個就是IMB主嫌之一 陳正修 請問一下 市長你跟這一位勾肩搭背還比讚 是多麼要好 他就開始說 沒有就是吃飯啊 不認識啊 都不認識 但殊不知沒多久之後呢 新聞就出了 這個陳正修就說 他認識蔣萬安 而且還幫他辦過 好幾場參會 金主啊 不得了 國民黨 國民黨 趕快站出來啊 快點快點 叫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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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說啦 你說辦參會好了 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跑通阿的時候其實 參會上面常常會有 不認識的人或很多人嗎 但是你這樣照相 也許一次而已 你可能記不得 對 但是當對方講說我認識你 而且我還幫你辦過 不只一次的參會 第一個我要問 國民黨這場參會 是幫他募款嗎 喔 有沒有幫他募款 選舉剛選完啊 去年選市長的時候 對 這是去年10月的時候造的 請問一下 這幾場參會 是不是有幫忙募款 那如果有募款 那我們照國民黨的邏輯來講 那你跟這個 詐騙的主嫌之一 現在是被列為涉嫌人嘛 你是不是跟他有關係 你是不是跟詐騙的主嫌人有關係 蔣灣 辭市長 你不是叫我們陳歐佛退學嗎 蔣灣辭市長指著啊 指著我們說要辭職啊 要不然就是有關係啊 你們就是詐騙啊 對 我覺得那今天這樣子 蔣灣你第一時間 先被人家打臉 因為人家說他認識你 而且第二個 幫你辦過參會 如果人家幫你辦過參會 如果還是募款參會 我就覺得蔣萬安 你真的是不夠厚道 人家既幫你辦參會 還幫你募款的話 那你第一時間先否認 所以 我要問一下就是 國民黨 這一場人家說他認識蔣萬安 然後陳正修也說 他認識張善政 甚至是不是有幫蔡正正辦募款 辦參會 我不曉得 但因為他現在很點名 直接點出說幫蔣萬安辦 國民黨你現在是不是要來查一下 是不是跟這個涉嫌人之一 陳正修是不是有關係 那這個金流到底在哪邊 這金流的來源是什麼 是不是跟詐騙集團有關 我們就用國民黨的標準 來看蔣萬安這場 請你看蔣萬安到現在 目前都沒有發言喔 好政治讀心術告訴大家的就是 如果要其一標準一張照片 我們說好 你可能是路的去尋找 還是吃飯去尋找 但是現在這一個人還幫蔣萬安 在選舉之前辦過募款參會 那麼以現在不斷的 包括像許曉欣的標準 參會拿出來一起吃飯不得了 都要退選 都要那個的 那我想問蔣萬安 你要不要退選市 不是現在不能退選 現在辭市長 要嗎 我們來看到的是 國民黨不要雙標說一套做一套 包括侯友宜昨天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呢 他在這裡講 然後直接問說啊 欸 賴清德 面對黑金 你不用負責嗎 哇不是黑金 講 詐騙你不用負責嗎 講到 旁邊這一位用紅圈圈起來 他是誰 他是新北市議會黨團的書記長周勝考 周勝考過去 他是涉嫌收費一審被判刑 十年的新北市議員 而且當初如果大家還記得那個畫面 現在大家在看直播 另外一隻手機拿出來 當時在選舉期間 有一位議員 是直接看到侯友宜 跪球欸 嚇跪 跪球 然後感謝侯友宜的得證 那個是誰 也是這一位 所以這個人會跪 這個人會陪 侯友宜 你就可以高高舉起他的手 像這種一審涉案 你沒有關係 你好意思嗎 我跟你講 就是在這個場合這邊訪問的時候 他質問賴清德說 賴清德 你有親民的委員 因為跟這個詐騙集團有拍了照片 有怎麼樣 你不用負責嗎 你不用說清楚嗎 來來來 讀星是我的PINK隊 換你換回啊 這樣還不行 因為剛才 若芳他講到的是 蔣萬安 是他們兩位現在的市長 是他們要質詢的對象 或許蔣萬安 因為他沒有遇到要選舉嘛 所以我們只能夠叫他下台 因為他沒有選舉 好像對他來講一點壓力都沒有 面對議員 他只要不甩議員的話 那真的我們拿他沒有皮條 可是呢 現在侯友宜 你可不是這個樣子 而且現在是你侯友宜 你才剛剛好 擊敗了這個郭台銘 那你現在就得意忘形 你好像無限上綱 因為IMB的事情 因為這個陳歐珀的事情 你馬上就說 陳歐珀要退選的話 賴清德你要不要退選 我就用退一萬步 用同樣的標準 我用如果IMB 如果有人有涉嫌 有會選或有任何的 這個設法黑金的話 你侯友宜 你要不要退選 我們有同樣的標準 來來來 我們第一個就請教的是 侯友宜你的好朋友 他叫做劉振南 是侯友宜在新北選舉的時候 他的顧問團的團長 這位了不起啦 你現在不是嫌那個什麼炎家嗎 你不是嫌苗栗的中東景嗎 你不是嫌這個彰化的什麼什麼 謝點鈴嗎 還有周點論嗎 這一位呢 他是竹聯邦的前堂主喔 那他熱衷都更 那曾經因為爭奪土方的利益喔 他把用電擊棒 把他的對手電到咪咪咪咬 好嚇人喔 實在是厲害喔 很恐怖了吧 他以為他是在演黑暗榮耀 台灣版嗎 人家用電捲棒 人家用電捲棒 你用電擊棒 我告訴你齁 來 政治讀新書畫重點 台灣也有黑暗榮耀 就在國民黨 而且呢 搞不好是侯友宜拿電捲棒 劉振南拿電擊棒 一個用抗的 一個用電的 好 那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周盛考 我們對他的封攻偉業 我們要講清楚一下 因為呢 周盛考他是跟這個 離應外合協助遠雄趙騰雄 海撈25億喔 海撈25億 他因此而獲利1885萬喔 所以因此他被判10年 這個是2022年的新聞 侯友宜啊 你好朋友喔 就站在你身後啊 如果他是黑金的話 如果他被判刑 你是不是要退選 來 同樣的問題來問你喔 還有另外 那也是你的好朋友喔 這位叫做邱垂毅喔 是侯友宜你的聯合競選總部的主委 他在擔任中和市長的任內的時候 經營土地投資公司 利用公有地海撈8千萬 被監察院判罰款500萬 所以啦 我們大家現在都很同情啊 這個郭董啊 人好傻好天真啊 郭董啊 身邊站了一群叫做牛鬼蛇神啊 因此他的民調叫不生反將 對 不生反將 可是侯友宜呢 你身邊有沒有牛鬼蛇神我不知道 但痴妹王良一定不少 我們剛才呢 痴妹王良就告訴你 有秋垂毅啦 葉海瑞啦 周勝考啦 劉振南 剛好四位 痴妹王良 侯友宜你要不要退選 人家這個牛鬼蛇神 因此而沒得到這個國民黨的提名 你有痴妹王良你贏了 好所以啊政治独心術 化重點 侯友宜你不用負責任嗎 你不用出來講清楚嗎 那你以為呢 一根手指頭指著別人 另外四根手指頭 沒有指著自己嗎 好現在怎麼辦 國民黨他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反正 市長我痠條啊 不然你要怎樣 我侯友宜 我辛北市長 我也痠條你要怎樣 現在國民黨也拿名我 不然你要怎樣 我站在這裡旁邊 歡景我面對麥克風 我敢厚臉皮 反正我不想回答的 我就呵呵做事 我想回答的 我就問別人說 啊你 你不用負責任嗎 欸我要必須講 這個就站在你旁邊啊 啊這個人呢 你好意思問嗎 你真的好意思嗎 來 嚴鳳 國民黨自以為 就是撿到槍 但是殊不知道 撿到的是回力鏢啊 就是突然之間 怎麼就是射向他們自己了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 像昨天洛芳在議會 在諮詢講萬安的時候 在講說 就是不管是黑金也好 或者是詐騙也好 國民黨的議員 馬上就跳出來喔 許巧欽也跳出來 不然國民黨 新黨的議員都跳出來 開始罵嚴洛芳 說你們能夠證明說 他們有拿出什麼證據嗎 結果之後馬上就被打臉 說許巧欽的威力 聽聽就好了 啊反正他就是 台面上說來要 詐騙可惡喔 黑金可惡喔 啊回去要辦公室是 來警察過來談 這種會霸凌警察的人 對不對 罰單都不繳 900塊都不繳的人 你認為他講的話有公信力嗎 我是覺得 你好意思喔 跟朋友一樣 就是跟這樣涉案的人 站在一起 你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沒關係 繼續 結果後來反而被媒體 今天就打臉了嘛 所以這個速度真的是 真的什麼 比雷公還要快喔 被打臉的速度 比打雷的速度還快這樣子 啪啪啪 他馬上很有聲音這樣子 打到許巧欽的臉啊 所以我是覺得說 另外第二個部分喔 不管是詐騙或者黑金 我們都可以講出實際的案例 像連勝文啊 我們如果要講詐騙 他現在也被爆出來說 結果他在中國的時候 就跟這個IMB 還不是這些人而已 是母公司耶 母公司還有 還有合照耶 而且是非常親近的合照 所以如果要按照 國民黨的標準 到底是誰跟詐騙集團 走得比較近 這是第一個 他們連勝文到今天 他也沒有出來說明啊 是 那第二個 你講到侯友宜的部分喔 大家一直在講說 那你們今天國民黨 到底是有什麼臉來講說 民進黨要負責任 詐騙的這件事情 詐騙這個當然整個大環境 我們當然都很努力的一直在做 可是你國民黨自己的黑金 剛剛玉輝姐講到的幾個人以外 我再提醒大家啦 他們現在最大部分的叫什麼人 傅昆琦啦 對不對 那再來呢 剛剛講到中央盛考 不要忘記 從去年九合一之後 國民黨的地方的議長 已經被收押幾個人 光是雲林啦 澎湖 澎湖也是啊 對不對 花蓮是不是也有 他們也是 對 然後也有因為說 炸領助理費 然後被收押的嘛 是 然後有因為涉貪而被收押的 那這些你們國民黨 現在有跳出來講嗎 還有剛剛還忘記的一個 顏寬恆啦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顏寬恆被起訴 我先講喔 我們民進黨 這個陳歐柏 現在只是因為一張照片 然後說過去 包括他的車子 然後服務處 可能 在提供上面 他是提供者 或是提供者 跟詐騙居然有點關係 所以他馬上都退選喔 顏寬恆是他們自己家裡 都被檢察官起訴 他也是民陪 跟你很高的 跟你講說 我就政治迫害啊 奇怪齁 同樣有問題 顏寬恆叫政治迫害啦 但陳歐柏就說 你給我退選 你給我退選 奇怪 國民黨到底怎麼回事啊 詐騙 黑金 全部的民眾都討厭 我們也反對 但是你不能雙標掩護自己人啊 對 所以我剛才講說 國民黨就是完全的雙標啊 那你們顏寬恆就叫做政治迫害 我們的陳歐柏 現在馬上就 所以這個就代表說 我們民進黨跟國民黨 在看待事情上面 我們黨都有我們自己的一個 比較高的道德的標準 那如果國民黨 那個顏寬恆還可以站在 侯友宜的旁邊 他還是可以舉起他的手 那未來如果說選總統的時候 跟立委綁在一起 當顏寬恆辦肇事活動的時候 他是不是也是去舉起他的手 說拜託大家 請支持顏寬恆 那這個臉 誰到底是黑金 誰到底是詐騙集團 我說你們國民黨 才是最大的詐騙集團 好 所以政治独心術 我補一下 來 這個剛才 這嚴峰議員所提到的 欸 這個就是連勝文 我因為怕那個臉太小沒有看到 還可以放下 對啊 這一位 這個你看到 哇 原來迷人的商業 黃毅勝他的頭銜 就是穿成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就是IMB的母公司 那是在2003年 所以是母公司比較屌 要涉案比較多 刀蟲喔 還是只是拍一張照片 所以你們要不要回答 這位是你們的副主席喔 是 你們副主席喔 好 你們有本事說賴清德 你們的副主席要不要來一下說一下 好 所以政治独心術幫大家畫重點啦 就是 詐騙集團 我們絕對不能容忍 黑金我們也一樣不能容忍 但是我們不能容許 國民黨的雙標 就是你自己的副主席 跟人家的詐騙集團 母公司 一起合照發新聞 結果你們視而不見 但是 侯友宜可以站在涉案的黑金的議員旁邊 跟你說 賴清德利不用負責任嗎 好 所以這個對於國民黨來講 是不是雙標就是自然的 侯友宜好意思在520的時候說啊 這個 愛台灣不是民進黨的 然後呢 這個DNA呢 已經在全民的身上了 我相信 台灣人的血液裡面是有DNA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血液就是沒有流到國民黨裡面去 我們來看一下齁 侯友宜提名了之後 很開心覺得說 反正我把郭董幹掉 其實我必須講 我們節目前幾集開播就說了 專天他政治獨心術 其實不用明說暗說 大家都知道說 阿你侯友宜就是直接 把郭台銘在黑箱中做掉 可是可能真的光明正大 站出來之後 他太開心了 他說什麼呢 他在新北市跟粉絲界面會的時候 直接就拉著這個 謝龍介的手 直接講什麼 他說啊 謝龍介沒有當選台南市市長 四 台南人沒眼睛 沒獎 沒獎 來 政治獨心術的各位朋友 楚音的眼睛 應該還算大吧 跟大家說 我台南女子 我眼睛應該算大禮啦 對不對 我們現場還有一位 跟我一樣也是台南女子 來鏡頭take給我們 言若方議員 眼睛也大禮 有大禮嗎 這樣說我們台南人沒眼睛 這樣對嗎 台南女子你先說 應該是說啊 一個政治人物他受檢視本 就是應該的 天經地義 但是呢 你卻沒選上 你去檢視 你去叫選民來反省 這是完全沒有道理 所以呢 我們在說國民黨 是完全沒有民主素養 也沒有民主自由的DNA 這是真的 全台灣大家都可以關心台 全台灣的民眾都有這樣 就只有唯獨國民黨 真的沒有 你憑什麼說台灣人沒眼睛 他後來講說 沒有啦 這是賓中 大家都在說的形容詞 我們什麼時候台南人 有在說 隨便一個形容詞 就有人說 你沒眼睛 沒眼睛 沒眼睛什麼 一句叫做青眉 你是眼睛瞎了是不是 其實幫你辦成白話文 叫這樣子 可是我們從來 不會對人家講說 你沒眼睛 你這個沒有福氣 台南人 台南人是最有福氣的一個現世 政治獨信書要插播一下 我們台南文化古都 我們台南人賣水便就說 你青眉啊 你沒眼睛啦 開什麼玩笑 太離譜了嘛 太離譜 台南人只有一個講話 會有一個語助詞 對 沒有沒眼睛 也沒福氣 這是你啦 所以我覺得 侯友宜講錯話 我覺得你就道歉 你不要在那邊砍脫 沒有 這個只是一個形容詞 你會把這些東西拿掛在嘴邊 當作形容詞嗎 請問一下 沒眼睛沒福氣 沒眼睛叫人 喝古兵董才叫沒眼睛啦 那所以呢我覺得 如果呢 侯友宜一直用這樣子 撈拗 一直拗 拗到後面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 那只會被選民唾棄 而且你這根本就是害謝龍介 謝龍介要怎麼回台南 你要 你要叫他回去 然後你說 你是說我沒眼睛嗎 你是說我沒眼睛嗎 還要怎麼面對選民 面對台南的市民呢 那叫謝龍介下次還不要選 所以呢 我覺得 侯友宜如果你是有guts 你現在已經是身為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了 你講錯話要道歉 那如果說未來 這樣子叫形容詞 請問把它翻成 no ice no 你要這樣對外國人說 這是我們的形容詞 對外國人這樣 外交 邦交或者是我們外交友宜上面 你都用一些錯誤的詞句 如果你用這樣 那反而會害死台灣 我覺得這還是可怕的一個問題 還有侯友宜你不要有一種威權思想 就是你沒投我 你就是該死 就像郭台銘一樣 你投民進黨就是得肺癌 這是一個威權體制的一個想法 就是除了我之外不能有別人 所以台南人我覺得 不管是台南人 我覺得應該是說 全台灣應該要看清楚 這樣一個候選人 當他講錯話 他還道歉道得心不甘情不願 就用那個形容詞 來用一些給傲的方式去說 第二個 你是在這個直播上直接講 你是對著全台灣這個 我不相信這直播沒有什麼 那最高好像還有一千 一萬多人喔 有現場一萬多人喔 所以你對著這個現場 一萬多人 全國一萬多人 罵我們台灣人 沒辦法 沒好奇 拜託耶 我們台南人 靠你無力嗎 所以說 來我們看 泰晉縣 就很生氣 因為他是台南選出來的立委 他說什麼 我們台南人配不上如此高貴 加入國民黨 就瞧不起南部的侯友宜 因為為什麼 侯友宜你自己其實也是 出身南部 你是嘉義 嘉義人 對 然後全部都是我們台南人 有眼無珠 不是台舉 請侯友宜告訴我們 那你的故鄉嘉義是不是 也沒有眼睛 為什麼會講這一句 因為嘉義縣 我們現在嘉義縣 也是我們翁張良 翁張良 還有蔡易渝 沒錯 還有網美會 但是呢 全台南市議會 你都這個 整個叫什麼 什麼喉嚨出事 全黨撩下去 好 所以對於國民黨來講 他們現在到底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認為說 罵別人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別人不選你 就是錯的 這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認為啦 兩兆交鋒 最重要的是 侯友宜已經講錯話 那麼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身為侯友宜的對手 那賴清德 賴清德 他其實沒有第一時間 馬上講 因為畢竟他是台南人 出身台南的 台南市長 那麼對於他面對自己 過去曾經所服務的這個台南市 被侯友宜這樣批評 他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侯市長應該為昨天晚上的花言道歉 台南市民要選誰當市長 這個是台南市民的權利 這個也是民主的權利 侯市長不可以因為國民黨的候選的 弱選 就批評台南市民不掌權 但市民不會 也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這是為什麼我昨天說 侯市長要談民主自由可以 先了解台灣民主運動的歷史 國民黨沒有民主自由的DNA 國民黨擺上他那一系話 正足以證明我所說的沒錯 這次讀信書現在看到這一段的朋友 來告訴我們評評理 你們到底覺得 國民黨有自由民主的DNA嗎 可以罵我們台南人說我們沒有眼睛 我再看一遍 我的眼睛算是還蠻大的 很美的 水汪汪 所以留言告訴我們 到底這個是不是就是缺乏民主素養 我們來看喔 民進黨的台南市民進黨黨團總召 郭鴻宜他也說了嘛 國民黨選輸就怪選民嘛 果然承襲了反民主的DNA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沒有改變 所以小方 我想因為侯友宜他剛剛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他剛剛這個在初選當中 順利勝出 然後贏了這個郭台銘 那因此就第一個是他得意忘形 他第一場的造勢就如此得意忘形 枉費他過去大概將近一年多 好好做事情喔 不敢講話 好好做事情演了這麼久 光第一場的造勢活動你就破功 可見這一個人你就知道 他在政治上面 他對於台灣人來講 有多麼的親福啊 小方現在是要為侯友宜的這種 失言失態表現來獨心喔 那第二個是 因為我覺得對於台南人來講 在侯友宜的這個 這個眼裡喔 你們中南部就是牛鬼蛇神 中南部就是黑金的故鄉 所以台南人 無罵酒無喝酒 這個是 雖然他自己出身自嘉義 但他會有這種中北親南 這個長期以來 因為他在國民黨裡面 是那種恩必是從 他長期是被國民黨 來獨心術要打個岔 來看侯友宜他臉書 他是大街罵人喔 然後小巷道線 臉書上他怎麼說 來在這裡 對台南市民充滿疼惜之心 因為一時情急 用詞不夠周全 你知道藤西疼瘦 大家如果說台語的 疼瘦是什麼意思 爸爸媽媽給我們疼瘦 所以那是什麼 上對下 所以政治獨信術 化重點 孫明給我們疼瘦 所以孫明疼瘦若芳 孫明疼瘦嚴重 所以會給你們選票 我感謝所有孫明的疼瘦 哪有這種人 他出身自嘉義 竟然連台語該怎麼用 他都不知道 不是根深蒂固的觀念 就是一個不改變 所以這個宗教郭總早說的就對了 他的DNA一路走來 就是始終如一就不改變了 我疼瘦你 所以我由上送給你 所以你獲得我的疼瘦 我就是要像周勝考一樣 跪下來說感恩喔 那但是我覺得 昨天因為應該是嘛 今天禮拜二的晚上嘛對不對 昨天其實在台灣有很多地方 都下大雨 特別是在北台灣 特別是桃園有下大雨 桃園總共有20多處淹水了 可是我們桃園呢有福氣 有麥酒還有福氣的桃園人 來看看你們的市長在幹什麼 你們的市長啊他說他 他都有掌握啦 他都在家裡接電話啦 都在跟團隊在接電話啦 然後張善政說 哎呀這個整晚睡不著覺 這個是有麥酒有福氣的桃園人 還有另外一個有麥酒還有福氣的新竹線人 在選節的時候告訴你們說不會蓋生命園區 因為你們有麥酒因為你們有福氣 所以投給國民黨以後那個生命園區就蓋下去了 你們就有火葬場了原來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覺得其實所有的選民啊 千萬不要 因為昨天晚上我知道非常多的桃園選民啊 因為等不到你們市長的幫忙 打電話求助在臉書上面叫鄭運鵬 Nice鵬鵬出來 幫忙我們啦 我們哪裡喝醉啦 那為什麼找Nice鵬鵬呢 Nice鵬鵬也沒選上啊 所以有麥酒有福氣的桃園是人 你們就選到一個 在家與同仁手機聯絡 團隊都有掌握 導致桃園淹大水的張善政了不起 好 政治主席書告訴大家啦 選舉勝負乃兵家常事 但是你選輸要繼續努力 不是像侯友宜一句話就打死我們台南人 一句話就打死我們說我們沒有麥酒啦 拜託的 不是這樣 我們不需要你的疼喜用 就上對下請你們國民黨的執政縣市的地方父母官啊 好好的好好做事 這句話侯友宜請送給張善政好不好 但重點來了 對於侯友宜來說 很開心這個5月17號被徵召 520辦的那一場萬人手牽手 但是很奇怪耶 聯合報所做出來今天最新公布的民調沒有慶祝行情耶 這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裡 這裡是聯合報的 總統大選三強支持度 侯友宜原本是29 叮叮叮叮叮 降了5個百分點到24 賴清德27 緩步上升到28 柯文哲到23 這少一個 一個百分點 所以感覺上侯友宜反而沒有開出慶祝行情 但是他故意告訴你是說什麼 三強鼎立已經形成了 我們都知道這個聯合報大家就不要騙了 他的這個立場上面 反正他就是永遠永遠不斷的就是幫你雙標 比如說剛剛我們講到的一開始的 這個侯友宜跟黑金站在一起 然後在那邊講說你這個蔣清廉不用負責嗎 他們肯定大做侯友宜的做法 但是不會去質疑站在侯友宜身邊的人 包括質疑那些國民黨涉案判刑 或者是被起訴的政治人物 不會不會不會 所以說聯合報怎麼會做一個 對侯友宜不利的民調 這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正式讀信書要還好來拆解一下 難道他們在幫自己唱衰嗎 還是因為你要知道 郭台銘現在還在外面 郭台銘前幾天回來 他特別讓媒體知道說 我搭什麼 我搭私人飛機 私人飛機是班機上看不到的 但是為什麼他要特別告訴媒體 就是第一要讓媒體拍啦 就是問一下說 你這個是不是心情不気貌 心情不好啊 所以是不是要跟侯友宜碰面啊 或者是說會不會回到國民黨啊等等啊 那這樣的民調出來 來嚴峰你怎麼看 這個為什麼聯合報要採自家人啊 還說他降了5個百分點啊 還是因為郭台銘直接在外面 我們直接拆解破解他 是不是逼國台銘說 你如果沒回來 我們不會贏 所以你是要乖哦 你自己講的嘛 侯友宜贏了 你就要支持侯友宜 哪一種 這個民調出來的時間 其實是有一點吊詭啦 那我講一下說 逼國回頭整合啊 這等一下才要唱歌嘛 但我先講一下 回頭太難了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第一個你看聯合報的民調有幾個重點 我剛剛講說發現說賴清德支持者 會考慮氣寶的比例其實是最低的 只有7%而已 然後呢這顯示說氣寶的問題 在藍跟白裡面才會形成問題 所以對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沒有這個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一題呢他有問到說 2024年的總統大選是否希望藍白合作 其實有沒有覺得說這個民調好像有一點先射箭 再畫吧 那現在呢剛好在這個時間就故意有這一題把它包進去 然後把它放出來 好像要故意說要去促成 不管是政治讀信書幫大家畫重點 對 那就是民調出來的時機實在太巧合了 巧合到什麼程度呢 來看一下就在民調出來的前一天還發生什麼事情 黃光琴是媒體非常資深的媒體前輩 因為講話是有憑有據的 氣不不跳出來說 怨賭服輸 但是如果炸賭不服 懂什麼意思嗎 他們覺得郭台銘在這場舉張中被炸賭了 就在黃光琴跟黃劍廷兩個人交鋒的同時呢 這個民調出來 而且還是先射箭再畫法 嚴峰繼續 這代表什麼 逼你郭台銘要回來嗎 對他就是想要逼郭台銘回頭嘛 那郭台銘為什麼要回頭呢 我覺得這個我們等一下來看啦 那我剛剛講到就是說 國民黨他們想要推動藍白河的動機 一定是比其他的 包含柯文哲來得更高嘛 因為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 來我們來看到這個鏡週刊的報導 他就有講到說 為什麼柯文哲現在已經很有把握 不想要跟藍營的來合作 他嗆了一句話 他說那這些我的支持者 大家有看到這個民調 支持柯文哲的年輕人的比例 是40歲以下的三個人 候選人裡面是最高的 那他就說那我支持我的這些年輕人 如果不支持我柯文哲 難道會去投給侯友宜嗎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有他的論述的點的 因為至少在民調起來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對柯文哲來說 是沒有所謂的藍白河的空間的 這是他們民眾黨 在內部上面就是有講到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剛剛講的 他說要藍營的支持者來投柯比較可能 但是如果要柯粉 拋棄柯 轉頭猴 那簡直叫做什麼 阿湯哥的不可能的任務 Miche impossible 對 那這包含他們的發言人陳志涵 也跳出來講說柯郭合作的可能 有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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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限的9 但是也不要忘記那個0.1111 011111這樣子 好 來 所以政治独新書告訴你是 難道說在這份民調真的也告訴大家 這個郭柯慢慢的要越走越近 要實質緊扣了嗎 之前我們就講過了嘛對不對 前面一個婆家被騙騙騙ido 騙?騙很難 那下一個會不會更好 這個也很難說 但是政治在國民黨內 是不是就永遠充滿了政治算計 褲英前幾天 應該說昨天收到一個影片 我一看 我以為是說鍋台銘這一次被騙 老天兒幫他做了一首曲子 勸他 結果那仔細一看發現 蛤 四年前 所以難道歷史重演嗎 難道四年前就已經預知到說 我們政治獨心術就是都要來唱一首歌 要送給我們今天談的主題人物嗎 來 我們先來看這首歌 是不是獲了四年 今天聽還是覺得心有戚戚焉 來 郭董不哭 國民黨 刑警罷 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們 刑警罷 你們就是等著被民進黨 把你們尖殺的完全沒有了 來 選擇中之前 藥無沒睡過 想想比你消費的我 主動把握我 唱個家喝酒 原來全部都是穿落 記得那時候的眼睛感動 對過不去後我是曾經的 結果才發現全都在玩我 我自己走 好想繼續唱下去喔 是不是 有種意猶外軍對不對 好 我們到時候把連結放在留言區 大家可以自己去學唱一下 只是有沒有覺得那種感覺又回來了 可是這不是四年前發生的事嗎 怎麼又騙我一次 好 這一次郭董有學聰明喔 就是在很多談話的過程中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政治獨心術告訴大家 所有的新聞出來都是有原因的 政治獨心術會幫你抓重點 所有政治人物的回應 包括他的一舉一動 也都是有原因的 所以要看我們政治獨心術 我們來看光晴姐 對楚音來說是一個媒體前輩 她不是像現在的網紅蹭流量 隨便講話不負責任 不是 光晴姐是手上有證據 說什麼 是什麼 不然她不會寫的 我不能講她是老派她是資深 就是她所有的採訪 有所本她才會這樣寫 她的臉書批說 打開國民黨的提名黑箱系列 包括朱立倫刺責郭台銘的民調 不聲反降 都是因為去中部見了牛鬼蛇神 好 大家對於誰是牛鬼蛇神 這個都覺得感到很怪很怪啦 黃建廷速度在郭家 拉著他的手祷告 連上帝都請出來了 這很真誠吧 難怪陳玉珍昨天在一個政論節目上面說什麼 他說郭董在被提名的前一天都還相信 人家秘書長都拿上帝出來的時候多虔誠 他怎麼覺得他會被騙 不會嘛 但是保證豬的保證沒有改變 然後引發外界議論 黃建廷今天在臉書嗨 還原整個徵招過程 強調徵招的過程 絕對公平公正 絕對經得起考驗 以他的信仰來做文章 這是不實的指控 所以黃光琴就說了 他要以神之名來拆遍 拆穿這個詐騙的假面喔 好 我們來看到是 黃建廷他又說什麼 他為什麼會引發這麼大的一個論戰 其實楚音認為宗教是自由的 宗教也不應該拿來幫政治人物背書 或者是消費 但是如果今天在一場 大家都覺得黑箱 不公平 這樣的一個狀況底下 黃建廷他就說了 三年沒見 又要談到總統選舉這麼重要的事 真的三年不見 但是相見真的不如懷念啊 又搞這一出 然後所有東西歷史重演 又把人家耍一遍 你不能這樣啊 你看郭董真心誠意又道了這麼多的欠 砸了那麼多的資源對不對 我心想一定要把握 把握機會為他禱告 通常都是遇到一些 比較不好的事情才要禱告 我認為其實禱告的時候 他就已經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喔 我是要跟你騙走 沒怎麼會這樣處理 來 出發前我慎重準備禱告 判主能為郭董指引道路 禱告內容至今還存在手機備忘錄 另外還有兩次 則是郭董和朱主席結束之後一起的禱告 為他及國家祈福 徵召過程絕對公正經得起考驗 大家或許有不同想法 但畢竟我理解也尊重 但我是虔誠的基督徒 人在做上帝在看 然後請不要相信二手傳播耶 來 若芳 這個我必須說 我們的政治讀新宿裡面一定有很多 都是有信仰的 但你不一定信仰基督徒 但是如果說有一個黨的秘書長 連他信仰的神都拿出來 還罵光琴是二手傳播 所以這個時候 兩邊的那個火藥味是拉高的喔 我覺得宗教其實在台灣是非常自由的 就是我們不會像中國一樣迫害人家宗教 說不准你什麼宗教都不信心 你只能信我習近平 但是我覺得你用宗教 然後去騙一個人 就說你看我非常 因為他一直在講他自己非常非常虔誠 我們也相信他非常虔誠 但是你用別人信賴你是一個非常虔誠 不會去說謊的這一個宗教信仰 去騙了人家 去讓對方相信你說 我講的每句話 我以神為賭注 我以神為救抓 然後來告訴你說 我們講的都事實 我們講的都不會是錯的 然後朱立倫是不會有變的 朱立倫從頭到尾都沒變 因為他從頭到尾都是指 就是要提名侯友誼 所以那句話其實沒有錯啊 朱立倫從頭到尾沒有變啊 因為從一開始 其實大家都一直傳出說 內定就是侯友誼 從一開始這個聲音就沒有變過 所以我就說他一半沒有講錯 因為朱立倫沒有錯 他也是用神之名 來保證朱立倫沒有變 只是可能郭台銘先生他 沒有聽出這個玄外之音 他可能忘了那個 剛剛那個影片 一個是講神語 然後另外一個是講人語 所以沒有辦法溝通 溝通不起來啦 可能真的那個 宋教信仰的時候不一樣 那個可能還沒有溝通 頻率 用的那個軟體不一樣 可能用Line 他可能是用WhatsApp 可能那個沒有打在一起 發不出去 因為黃建廷的信仰是基督 對 然後 馬祖 那跟關公 關雲長跟林末娘有什麼關係 那郭台銘也可以拿出我們的馬祖跟關公來 因為他那時候要參選的時候 就是不要把它變成說你們黨內出選 他們完全在唬爛 對啊 政治獨心術馬上下結論 就是無爛 就是無爛 我們會 可能有人會被大悲咒 可能有人會被玫瑰金 但誰會把自己的那個祈禱文 特別還是 郭董啊 郭芳啊 我們一起祈禱文 我把我的祈禱文放在我的這個手機裡面備忘錄 2月14號不是昨天喔 是2月14號 我還把它放在這個我的手機備忘錄 你是要說什麼 對 2月14號他就已經決定說 郭董你 Game Over 是啊 然後不但是Game Over 而且這個就是一個不管說是仙人跳也好 或者是一個框人家的一個局 詐騙 要框郭台銘來講 你要相信我 我跟你一樣都是教徒喔 所以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一起祷告喔 老天啊 這個上帝一起聽我們的這個祷告 我們兩個就是好兄弟了 誰會這樣做 你昨天的這個祈禱文 這個每一個人 有些人是吃飯的時候 有些人在睡前的時候都會祷告 誰會把那個祷告文放在手機裡 所以不要騙你笑耶啦 這個真的都是假的啦 應該是說 因為我也認識很多就是長老們 然後呢 你就看他們 我們一起吃飯 對 各種宗教廟宇啊 但是你知道他們真的是 長老教會啊 長老教會他們非常前程的時候 他們只要吃飯 他們根本不用寫稿 對啊 他們隨時就吃飯前 然後他就開始可以念出一整串 他要為大家祷告 而且隨時就說 啊那個 我要祈禱就是小芳姐什麼什麼 也祈禱在場每一個 他們是可以很完整的講出來 因為真心的融入在你的生活當中 神是真的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已經內化在他們的心裡面了 所以不是說我今天嘴巴上講說 我是非常虔誠的不管什麼宗教 其實那個不用掛在嘴上 你用 但你今天用這樣子一個名義說 我們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 然後我幫你去祷告 但是你祷告的內容卻是事先已經擬好 感覺就是我已經先 先設定好 又是一個先射箭再畫吧 所以我先畫了一個框 然後先讓你跳進來之後呢 然後就告訴你說 我們都沒有騙你 但當然我真的覺得說 郭董呢就是 應該那時候大家都不貼連結給他 如果他都多看一下 剛剛四年前 老天爺幫他做這首歌 他也許可以喚起四年前 因為我剛剛看那個場景 只要把那個韓國瑜換 頭換成 紅有儀 其實旁邊生命也都差不多耶 沒錯 沒有變耶 但是我覺得其實最最最 其實讓黃光琴 光琴姐跳腳的是什麼 因為黃建廷居然說 叫他不要相信二手傳播 但是 所以你看光琴姐 一封一封一封 你知道我從來沒有看到他臉書發的這麼情 包括什麼中常委 國民黨中常委的來韓燥燈 包括他跟郭董之間他所了解的細節 他說郭台銘先跟韓國瑜道歉 5月14號如期與韓見面 然後高玉仁就搶新一部在13號南下雲林要來拆彈 同桌的除了高玉仁韓國瑜之外 還有張榮衛中東景漢黃敏惠等等 然後總統 國民黨總統提名 若干朱立倫 朱立倫 朱立倫你的岳父什麼事 這個等一下我們可以來揭秘 好 然後黃敏公是以桃園市黨部主委 還是高嘉嘉誠的民意介入 算不算牛鬼蛇神 高 諸 喉 三角關係 不解構 國民黨永遠暗無天日 我跟你講這樣的寫吧 人 你知道我們寫新聞 最重要就是人 事 時 地 物 把這些都完整 你要知道 這如果叫做二手傳播 那也是由可靠消息來源的報導 過去就有新聞 因為高玉仁呢 在他擔任立委的時代 曾經有一個八卦 那這個八卦呢 牽涉到的是當時一位 小有名氣的模特兒 那這個 你看是 政治獨心術重點來了 這個在電視上你可能看不 他說我們節目你聽有 是 這是有報導的喔 有火粉的喔 有報導也有人名 那當時呢 高玉仁因為 李登輝已經成為副總統了 高玉仁還是當時的台灣省省主席 覺得自己為什麼升不上去 後來發現說是 原來我的私德被上方關注 那所以他就要去處理掉他的那些八卦 處理掉是誰幫他處理的 是侯友宜幫他處理的 可是呢他在分手的時候不願意給善養費 也不願意給這個其他的一些 這個賠償的金額 所以在分手分得不甘不脆 也分得這個雙方是極度不愉快 結果呢侯友宜出手果然不一樣 侯友宜出手呢他過去 劉煥榮他都可以栽账 劉煥榮大家知道吧 十大槍擊要犯了 劉煥榮他栽給劉煥榮什麼 偷水果的偷腳踏車 偷女生的內衣褲 他都栽账給這個劉煥榮 所以這個可憐的女孩子呢 當時被栽账的是什麼 好像是他的這個旅館的房間裡面 有一些這個槍炮彈藥 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因此他還因此坐得牢 是誰去抓他 誰破門進去的那個刑警 就是侯友宜 所以高 豬 侯 三角關係 起源於非常非常早之前 所以光琴姐也在預告了 她知道 政治讀心術 告訴大家看政治人物 要看什麼 看她的一言一行 看新聞 要看什麼 要看背後 所以光琴姐特別點到的 那就是高 豬 侯 三角關係喔 然後剛剛小芳特別在我們政治讀心術 講到的這個過去曾經有的報導 大家如果不知道 等一下我們把連結貼在留言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所以這表示說 對於郭台銘來講 這一仗 他輸的其實有點不是很開心喔 不是很甘願喔 那所以對於我們現在看到的最新民調來講 如果 柯文哲就是有兩成多的實力喔 我先講如果是以台北市 或者是其他過去在其他縣市選舉的過程當中 我先說對民進黨不一定有利喔 所以這件事情 民進黨的支持者你先不用開心喔 褚英雖然說有民進黨的黨籍 但是我要想講喔 因為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就是穩穩的掌握了一群年輕選票 過去這些年輕選票是在民進黨的手上 至少2020年的時候 小英總統能夠拿到這麼高的票數當中 有絕大多數 那是因為年輕選民選擇在韓國瑜跟蔡英文中間 他們選擇了蔡英文 但是這次的三喀都喔 如果真的成形 因為我覺得以現在聯合報所做出來的民調 就是來告訴你說 侯友宜有兩成多 賴清德也有兩成多 柯文哲也有兩成多 所以這兩成對民進黨來講也是口前啦 但更重要的是他要講什麼 因為你郭台銘不在 所以我們侯友宜下降了5%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嚴鳳 剛剛讓你在解析的過程當中 我先一句話就好 你覺得如果你是郭台銘 你看到這個民調欠5% 有人如果來問你會有壓力嗎 一定會有啊 對郭台銘來說 對郭台銘來說 之後人家我送給他的話 就是之前在競選過程 叫做不是豬的菜所以他不會先鍋蓋 就是說朱立倫一開始就是 我好想要上字幕喔 不是豬的菜不會先鍋蓋 對 所以朱選之人可能變成您跟人嗎 猴嘛 對啊就猴嘛 對那時候他就是心有所所 而且我在這邊再講一件事情 我在3月 我剛剛特別去滑了一下手機 我的行事例 我在3月15號的晚上 剛剛玉慧姐有講到2月嘛 黃建廷的事情 我3月15晚上有一個就是說 場合剛好遇到一個國民黨的黨籍的議員 台北市的 我不能講說是誰 在這個場合之後 他就接了一通電話走出去 他回來了之後我就說 你怎麼講那麼久 消失那麼久這樣子 他就說 是那個朱主席打電話來 來幹嘛 然後我說怎麼講那麼久 他就說沒有啦 他們就是在溝通說 已經要徵召侯友誼了 3月15欸 來 政治讀信書告訴你政治任務講的話 我告訴你台面講的是一句話 真正在這裡聽得到 3月15號 台北市的市議員 就已經有人接到電話說 要徵召侯友誼 對 所以後面4月5月 郭台銘那些大肇事 都是無價的就對了 都是無價的 那就是一場夢 一場遊戲 一場夢嗎 王姐等一下又要再唱一次 我們最後都會請大家唱一首歌 不能只有楚琳唱 我們要送給 今天我們認為的最佳男主角的來賓 好 所以等一下 嚴峰 如果一首歌要送給 那個郭台銘 你要選什麼歌 因為我姓林嘛 所以我要來一首阿琳的 阿琳 對不對 挑戰高難度 這個我是我的歌詞 我還是要拿出來一下 好 你先等一下 拿一首 拿一首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哇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好 那 來 若芳 如果 看了這個民調 郭台銘 會回頭嗎 欸 侯友宜只差5% 差不多耶 剛剛他是說回頭太難 阿你覺得 郭台銘會回頭嗎 郭台銘喔 我覺得不會回頭耶 因為其實你看阿 他上次雖然大家focus在說 如果提名 曾招是侯友宜 他會支持 但他有個前提是 公平的初選之下 他前面有這一句話 公平的初選 如果曾招侯友宜 我一定會支持他 重點現在就不是阿 甚至2月3月就已經內定了阿 就不是你就不是豬的菜阿 他根本就不會選你阿 選妃也不會選到你阿 所以咧 你說 他這樣子受到這麼不公平的 然後現在大家又開始說 阿你這樣被大家 被國民黨 被朱立倫當作那個 這個一個棋子在那邊 陪大家陪公子 侯公子玩了這麼久 他這也花了很多錢 你看他大造詩 萬人大造詩 這也好多錢 而且全國走動透 還到金門去耶 對啊 好那所以 不會回頭的郭台銘 或者是又被騙第二次的郭台銘 你要送一首歌給他嗎 還是你要送給侯友宜 沒有我就是 讓郭台銘送給侯友宜 我覺得他真的太適合 郭台銘太適合這首歌了 他是現在 但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是中國的歌 他叫嘉賓 因為他從頭到尾 我以為是送嘉賓 對 這首歌叫做嘉賓 嘉賓的意思就是 你只是來賓而已啦 這一場其實都已經設定好了 你只是來參加 心情不是我啦 你來看 看我們老烈 結果進場的人不是你 所以又很酷酷啦 而且甚至現在還要這些民調 甚至還要逼郭董送上祝福 我覺得這實在太殘忍了 所以我是要讓郭董唱一個嘉賓給他聽 小芳因為時間有限 你的歌喉又好 如果是你 你要送一首什麼樣的歌給郭台銘 愛情的騙主 然後我順便要提醒郭台銘 因為騙子不可能只出現在國民黨 還有另外一個黨 叫民眾黨 柯文哲現在正在笑聲 不知道什麼東西 所以你不要被朱立倫騙了一次 四年前被國民黨騙了一次 現在又被朱立倫騙了一次 還是國民黨 但是呢 你轉身又被柯文哲再騙一次 所以正在的騙主我問你 好 政治讀心術 我們今天請問到三位 你知道而且我們連服裝沒有講好 Black跟Pink 當然要認真的把歌唱一下 我們先從 先從我嗎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阿林 台北市議會的阿林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那麼騙我的你 給我一個理由放棄 當時殘選 確定 有些黨想要抽離 卻越更靠近 而最痛的距離 就是朱立倫不徵召我 卻要我接電話 這一段歌詞 我們台北市議會的阿林 改得真好 沒錯 喜歡的朋友在畫面加薪 給嚴鳳加一 這是嚴鳳第一首 給我一個理由忘記 是郭台銘的新聲 兔朱立倫 其實這 來 嘉賓 嘉賓 這真的是讓唱出郭台銘的新聲 當所有 當所有人都替你開心 我卻才 我卻才傻傻傻清醒 原來早已有人為你頂著嘉賓 感謝你特別邀請 來見證你的初選 我時刻提醒自己 別逃避 拿著初選一步一步走進 朱立倫 清醒不值得場地 可惜這屬於你的風景 而我只是嘉賓 好悲情喔我的天啊 我們前幾個禮拜才在說 新娘不是我 你現在是連新娘的候選人 也不是 你是一起來出席 可能10桌 20桌 100桌 或前女友桌 天啊 還要她包紅包 還要她包紅包 還要禁酒 我恭喜你們 還要包紅包 還要祝你們百年好合 早上貴子 天啊 但是最怕的是什麼 前面已經遇到那個騙住啊 現在又 剛才第二的也是騙住 這樣是要怎樣 馬上還有一個騙住 stand by 在旁邊 真的是喔 眼睛銀銀 在那邊看 是不是可以再繼續騙 那郭董真的要很小心 是真的要提醒郭董 來 正底的騙住 好 講什麼阿咪 我好親手 嘿 天頂的生理 嘿嘿 講什麼我親手 古早的世事 講什麼你愛我 千千萬萬的 講什麼你願 我要關往 不要來變色 等一下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最後一起合唱可以 齊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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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 齊 齊齊 齊齊 這首歌一定要獻給郭董 因為對郭董來講 他現在人生一定是天人交戰 就是我被欺騙了兩次 我被政治的騙子 同一個騙子 騙了兩次 我到底要就此罷休呢 還是說我就回頭 但是回頭太難啊 那該怎麼辦呢 我覺得下個禮拜的政治讀新術 一定持續還會關注 我們就來關注一下郭董 不過有些事情 不能因為選舉過去了 然後就算了 有一些事情真相需要越變越明 我們其實在 上一次也就是去年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不斷的訴諸就是疫苗 然後包括很多的媒體人 國民黨的政治人物不斷的在抹黑什麼 抹黑說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包括當時阿中很辛苦耶 明明是做到流汗 甚至於吳子佳還開節目說什麼 說他A了錢啊 好就在同樣是這個董事長開講的部分 有些孰不可忍 之前不要被認為是政治操作 但是現在要還公道 因為過去選舉當中的 62案跟疫苗有關的所有造謠抹黑 通通貞結不起訴 表示根本才要無實證 所以 陳時中前部長阿中 跟我們的黃定宇律師幫 前院長蘇貞昌 還有陳時中自己來提告 吳子佳誹謗 然後呢就是說吳子佳你講 靠疫苗A1億美金 這是包括對於他個人的一種污衊 也是對於我們整個團隊的污衊 最後的一分鐘 小芳你怎麼來看 為什麼要用這樣的大動作的提告 給各位看兩個訊息 剛才說62案雖然不起訴 但是呢因為當時吳秉睿委員 有非常多的這個 關於疫苗的案子 是影射吳秉睿委員有拿錢啦 怎麼樣怎麼樣 結果吳秉睿委員也提告 他們這些人全部都登報道歉 因為如果不道歉就開法就罰錢 不然就抓去關 好來這個是其中一位登報道歉 所以吳子佳就不敢罵了 這一次就只罵阿丁 罵蘇貞昌前院長 但是吳子佳他也沒多好 這個人叫八連拜 八敗王 他過去這個以下都是他的戰敗的紀錄 他過去的戰敗紀錄十分的輝煌 不求勝 只求抹黑 他原來是獨孤求敗 但是問題是像這樣子的媒體人 卻不停的在網路節目 或者是在電視節目上面 不停的造謠 而他造的謠 竟然有人會相信 竟然還騙取到了很多選民的選票 像這樣子你還能夠放過他嗎 所以我覺得應該進一次告一次 只要他再說一次 就應該再告一次 八敗王可以變成八十敗王 只要像這樣子的人 如果還在媒體上 我們大家都應該唾棄他 只要他還在網路上 我們都應該唾棄他 因為他就是認知作戰的區 他就應該要消失在媒體上 不應該在言論市場上面 還有這樣的人存在 好 所以政治独心術告訴你的是 我們雖然講在電視上 你可能看不到的 但是至少像這種惡意造謠抹黑 我們不說 我們不像一些沒有品的 隨便造謠抹黑 反正就說你來告 你來告 好 人家現在就告了 而且巧慧也說了 造謠者來一次告一次 我們絕對不放過 因為台灣的防疫團隊在過去當中 他的表現是可圈可點 讓我們平安的度過了這一段疫情期間 所以政治独心術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們雖然讀新聞 讀這些造浪者所放出來的新聞 也讀政治人物的內心 但是我們告訴大家 好聽正確 但是不抹黑不造謠 政治独心術 我是林楚音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然後按讚 然後要按下小鈴鐺 最重要的是要分享給大家 我們政治独心術 下個禮拜二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一起拍資 我們會看到 我們會拍照 我們會查看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發明 我們會覆 Ар班 我們會去 theorem 我們會發明 我們會發明